今天平日山牧师的广播 我相信今年上帝希望你花更多时间 研读保罗的书信 请写在某个地方 这是他特别要我和你们说的 因为耶稣在角楼房间分享的一切 其实是保罗将要展述的 耶稣所分享的 以萌芽形式存在的真理 都在那里 例如他说过 我有很多说话要对你说 我们对这个进行了介绍 他也说过 你们向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 请看十六章 我们稍后回到以书所书第二章 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向父求什么 他必定刺给你们 你们向来没有 直到现在 甚至我在登山部分教过主土民 信众要求 我教过你们主土民 就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 即使我教导你们主土民 这个在当时是完美和很美丽的 在那时 儿子身份的感觉还未到来 更确切地说是儿子的灵 大家听到吗 好 所以他向他们介绍了这位天父 然而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但在那个之后不再是天上的父 你们都坐下了 言归正转来 回到 然而上帝满有年吻 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 让我在这里停一停 告诉你 你甚至可能不知道 不管你怎样失败 认为自己怎样得罪上帝 你的生命怎样被废弃 感觉这一切只不过浪费 上帝不想与我有任何关系 要记得这些说话 他对你的爱不单单是一种爱 而是一份伟大的爱 对于你所有失败 请留意上帝满有年吻 年吻那些失败的人 教会容不下完美的人 对不起 另一个不完美的人说 我知道 我知道 如果你完美 请不要加入我们 好的 没有年吻可以给你 年吻是给那些失败的人 所有人一起说 Amen 上帝满有年吻 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 就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 朋友 这个不像 哦 我们得罪了上帝 我们在这里犯罪 那里犯罪 那个人比我犯罪更多 他的罪很可怕 那位女士竟然变成妓女 现在我只是有点罪过 上帝是不会衡量罪的大小 你们两个都有什么问题呢 已经在灵性上死亡 你已经与上帝隔绝 轮到真实的你 而不是你的身体 你已经死了 你是一个灵 生活在一个身体里 最好意识到真正的你已经死了 在脸房里 想象一下 你路过的时候看到一个人 躺在那里已经死了 另一个人躺在那里已经死了 是流浪汗 你怎么称呼那个没有房子的人 有些人称他们为露宿者 对吗? 他上身赤裸 躺在那里 OK 另一边 身穿最新潮的 不管是什么 是最昂贵的 就在那里 他们两个都躺在那里 一个看起来非常不错 还有一个赤裸上身的人 躺在那里 OK 这个人看起来很健康很渺调 那个人哇 就好像一座山 你知道吗? 他躺在那里 我有个好消息要跟你说 好 两个人都已经死了 为什么这是好消息? 因为两者都可以复活 但是当你认为自己还没死的时候 你就不能使用复活 阿们 事实是每个人都已经死了 所以耶稣来 不是要使坏人变好 他来 是要使死人复活 使死人复活 今年我们将会看到很多的复活 今年会看到很多人得着救恩 今年 我已经逼不及待了 我想尽可能多些和你们分享 请继续 恩着他爱我们的大爱 就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 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 又使我们在基督耶稣女 与他一同复活 起来起来在坟墓复活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 有能的 作主的 和今生来世所能举出的一切名咸 圣经在另一处跟我们说 他让我们在一起在哪里 第三层天 即是上帝所在的地方 大气层的天堂是第一层天 我们可以看到大气层 看到云层 那是第一层天 超越大气层的就是星系和宇宙 第二层天 之后有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天堂 富丽堂皇的建筑 上帝是做物主 就住在那里 他的宝座就在那里 保罗亲口说 我曾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 这是他得着教会启示的地方 第三层天预表着角楼的房间 角楼房间更高 因为他没有接触地面 你看到的一切都是自然的 你想从不敬前的人那里得到建议 这个不可能蒙福 不敬前的人会对你说这个那个 他们会广东广西 例如耶稣说 一个孩子 若果向父亲要鸡蛋 父亲会不会给他一块石头呢 你们尚且知道这把好东西 停下 耶稣说鸡蛋是好东西 今天你去看YouTube 我在这里向你举一个世俗智慧的例子 有人说鸡蛋好 有人说胆固醇太高 有人说胆固醇是好的 有人说胆固醇 他没有说他每天吃二十只鸡蛋 他说 孩子若果向你要一只鸡蛋作为父亲 你会不会给他一块石头呢 不会 你们尚且知道这把好东西级 如果耶稣说是好事 那就是好事 好吗 后来又有争执争执 争执有人说肉 你必须吃肉 什么都不吃 只吃肉 有人说不行 必须吃很多蔬菜 令到世界非常困惑 我知道 有一些基督徒跟随他们 最终变得很混乱 我看到他们就会觉得困惑 那里有太多所谓的智慧和忠谷 你知道吗 有福的人不从恶人的计谋 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 圣经说 橄榄油很好 对吗 我向你展示圣经中简单自然实用的事物 圣经说这个很好很好 圣经说 这个不好 好 阿们 阿们 上帝把我们复活了 上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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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 与他一同在在天上 实际上 我可以这样说 你是皇室成员 你是皇室成员 圣经有一节经文 我想看看新英语译本 他准确带出了 希腊原文英皇阴定本说 我已经给你指定了一个皇国 但是新英语译本说 不是耶稣指定了一个国度给我们 因为我们是被带进他的国度 我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国度 经文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皇国一字是希腊文的第一个翻译 不应该是皇国 而应该是皇权 耶稣对门徒所说的意思 路加福音22章 他说 付怎样把皇权赐给我 我也照样赐给你们 上帝所有的儿女都被赋予皇权 听到吗 所以当你说奉耶稣的名 质病出来 你必须使用耶稣的名 因为你正在基督的权柄下运作 好吗 但留意你的话 你要说出来 上帝才会去做 留意到吗 这就是皇权 皇的话有权兵 这是上帝的初冲 上帝做人 不是要在花园里无所事事 上帝创造了人 上帝说了什么呢 上帝对人的第一句说话 叫他们管理地球 不单单是花园 而是地球管理 控制 上帝并未忘记他最初的计划 所以我们蒙丰富的恩典 并且得公义为赏赐我们掌权 希腊文是Basilio 好像君王那样掌权 擴充版圣经说 好像君王那样掌权 在生命中像君王般掌权 阿们 今年我们将会学习更多关于我们的王权 你是不是意识到自己与基督一同坐在宝座上 对于那些能够接受这件事的人 其实应验了诗篇九十一篇一节中的奥秘 这是保护的诗篇 经文说 和患必不临到你 灾害必不临近你的帐篷 为什么 你与基督同坐 你坐下 你知道第一节经文吗 住在至高者的隐密处的必在全能者的任备下按据 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第一 住在隐密处的人 什么是隐密处 那时是隐密处 因为没有人可以在那里 今天对我们来说 不再隐密 希伯来文是住在Yashav 字面意思就是坐 字面上看 坐在隐密处的人 会得到上帝所有的保护 即使生活在地球上 我们需要他的保护 将来会有更多的战争 我在年度的总结影片中分享了这一点 我在今年年初已经曾经说过 记得吗 上帝向你展示的有些事情 你不想告诉整个教会 因为会引发问题 例如如果上帝告诉你 那个地方要被抢劫 你为什么跟我说 上帝为什么没有跟我说某些事情 他跟我说我正在保护你 如果我跟你说这个地方 会有恐怖的事发生 而你告诉了相关部门 一个星期之后 事情真的发生 你会被传召 你是怎么知道的 有些事我不跟你说是为了保护你 例如我说主 为什么这个地方会有盗洩 我想对你说关于你自己的事 当你寻求我的面 作为我的儿子 我的孩子 我会跟你说 我现在分享的今年的主题 不是为这个世界准备的 明白吗 顺带一提 不要以为这篇讲道涵盖了一切 怎么可能 我必须早点让大家散会 这样你才不会生气 当你前面有一架车 后面有一架车 就像上星期 没关系 那些在耶稣基督女的人 就不被定罪了 Amen 你的罪已被赦免 愿你也遥恕那些在你面前咳嗽的人 因为看在基督的份上 上帝已经遥恕了你 明白吗 这个意味着意味着什么 住在至高者的人物处的 是什么意思 意味着 你在那里与基督同坐 是安息的姿态 一切已经成了 现在你身处这个地方 已经为你布置整齐 预备妥当 你坐下来 意味着什么 权兵 君王如何行使权兵 他会拿起棍子和追逐吗 不会 他只需要说出来 留意你说的话 因为魔鬼 已经懂得人类的语言 死亡 每种语言 种族都有这样的言语 事情变坏 死了 没有人说 活了 圣经说 生与死都在舌头的权下 阿们 你不会说 无论 乱 这个蛋糕 曾得随 hots 如果你为那块蛋糕而死 就吃不了了 实际上好好地想想 你应该为这块蛋糕而活 对吗?明白我的意思吗? 说一下而已 来吧 看在上帝的份上 像这样的说话很难死去 油腔滑掉很容易 直到我们习惯了才意识到是魔鬼的诡计 我喜欢我回很长时间才杀死亚当 在他犯罪之后有九百多年 但这代人很容易 圣经里面也有 圣经说 生与死都在舌头的权下 你的舌头 你是说这个吗? 没有任何骨头 是的 他在舌头的权下 不在魔鬼的权下 而在你的舌头之内 特别当我在海外的时候必须确保 用诗篇九十一篇 为自己和家人祈祷 现在我们看到这里 其实是与基督同座 去年是正确时间和正确地点之年 对我来说几乎是错误时间和错误地点 为何? 我和家人在某处购物之后 开车去到乡郊的地方 好的 我们很喜欢去那些地方 Justin他和我在一起 而Jessica还没过来 我和妻子一起去完成了购物 就上了车 在那里是没有街灯的 好的 必须倚靠路上的线 和猫眼石才能够看得清 好的 于是我靠着这边一直开车 靠着上帝的恩典 我是一个非常谨慎的司机 我觉得我是 就算我觉得疲倦 我会摇醒自己说 不是 家人在这里 要醒 停车 去某个地方 去休息一下 我不会让自己过于疲倦 当时是晚上 天气很寒冷 冬季来了 于是我沿着这条路去行驶 看到灯光 突然间 灯就是这样亮起来 我只是跟着这条路 前面是没有人的 后面也没有人 没有任何街灯 突然间 一辆车出现在我的右手边 迎面而来 这辆车是怎么出现的 我不知道 我只是听到 砰 好 他想提醒我 因为我不在他的线上 他不是想保护自己 只是突然间出现 是要把我叫醒 然后我往后一望 他消失了 我停了一阵 我说 刚才发生了什么 我问Wendy Justin就在后座 我刚才走错了车道吗 前面没有车 后面没有车 这是人迹刊致的地方 我停下来才意识到 很远处有一辆车 当时那个人在提醒我 我向后看一看 没有任何车 这都是上帝的供应 我努力去回想刚才的情况 才发现这条车道 虽然看起来好像进入这条车道 其实是去对面的车道 这里还有另一条车道 上面没有灯 要到车的话 必须确保后面是没有车 如果我到车 很容易发生意外 我们都需要上帝 现在问题在于 那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我问Wendy 她不知道 如果从远处看到 我早就知道她会过来 对吗?她突然出现 然后消失了 圣经说 不要忘了 用爱心接待人 有人就是这样作 在无意中就款待了天使 诗篇九十一篇说 和患必不临到你灾害 必不临近你的帐篷 因为她会吩咐自己的使者 保护你 赞美上帝 阿们 原本可能会发生一场灾难 在错误的时间 身处错误的地方 结束这一年的方式 真是太美好了 她最终在错误的时间 出现在错误的地方 在正确时间和正确地点之年 最终却变成了正确时间 正确地点 以至我今天可以在这里宣讲 正确地点 正确时间 一个相当不错的地方 我再说一次 再给你一次机会 正确地点 正确地点 上帝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 又使我们在基督耶稣内 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在在天上 我们现在与基督同座 同一个宝座 听着 在天上 其实由两个希腊字组成 Epit和Oranos Oranos 这个字被用于天堂 大气层 上帝的天堂 但将Epit 加在这个字的前面 实际上天上不太准确 这个字是指高天之上 这个预表着角楼房间 角楼房间到底发生什么事 西乃山 现在我们回到西乃山 西乃山发生什么事 上帝曾经颁布律法 西乃山脚下发生什么事 三千人死亡 这个表明移民会使人死 顺带一提 犹太人会跟你说 犹太人庆祝的第一个五场节 就是上帝赐给他们律法 事实上 他们说上帝在Huppah下娶了他们 犹太人称他为Huppah 就好像临时避难所 即使在今天 犹太婚礼都有踩玻璃杯Huppah的习族 这是西乃之后的习族 即使上帝娶了以色列 耶稣娶了教会 我们都是基督的新娘 所以上帝赐给他们律法 这是Katubah 要求 这是律法 律法就是这样 你不可 你不可 但在这个全新的五场节 赞美上帝 当五场节到了 上帝一直等到五场节 这一天完全到来 正如他刺下第一个五场节 他颁布律法 三千人死亡 在这里 当五场节完全到来的时候 上帝刺下了什么? 圣灵 在这一天结束之前 三千人得救 这表明圣灵赐与生命 移民会使人死 而圣灵却使人活 很多基督徒正从这里 转回到这里 仍然说我们是在律法之下 他们说耶稣在登山堡奋说 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除律法 我来不是要废除而是要完成 这只是他所做 他完成了律法 我们不是在律法之下 不是因为我们想触犯律法 不是我们不是在律法之下 是因为基督已完成了律法 我们现在是在恩典之下 律法说你不可杀人 恩典说你要似基督爱你敢去爱 以至于你根本不想犯奸淫 这个不单单是在外表上做事 正如我们从耶稣的登山堡奋所学的 所以没有人能够活在律法之下 又活在恩典之下 这件事在哪里发生呢 圣灵在这个五秦节从哪里降临呢 就在角楼房间 正是那个人第一次为耶稣和门徒 预备的同一间房 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直到我继续研究 原来这里是耶稣从死女复活之后 门徒门住的地方 如雨节过后 他们都住在那里 请看《使徒行传》第一章 后来他们回到耶路撒冷 这次回来是在他们看到耶稣的身体升天之后 他们进了成 想了一间房 想了一间房 就是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弗力、多玛、巴多罗迈等人所住的 这变成他们的房子 继续读下去 那时 若有120人聚会 看到那边有120人 当上帝建立所罗门圣殿的时候 有一百二十个祭司吹号 他们说 Ketov Kileolam Kastor 意思是上帝是良善的 他的恩典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现在我们看到他实现了 跟着我吗 这就是上帝囂灌祂的灵的地方 来吧 这是教会的生日 就是这个地方 角楼房间 正是设立圣餐的地方 我们知道 顺带一提 这就是耶稣设立圣餐的角楼房间 是圣灵降临的地方 中门徒住的地方 圣灵降临的地方 新约的奏职典礼 就此确立 那一日是教会的生日 当他跟我说这一切 是正在告诉我 一切都与角楼房间有关 正是我今年要为子民所做的 好 听着 时间关系 我将会给大家一个非常简短的预览 关于未来会发生的事 现在我跟你说 上个星期学习了使徒行转二十像 我们学到什么呢 我们了解到 在一个星期的第一天 他们聚在一起抹饼 聚会的那座楼上 有许多灯火 我觉得是时候请大家坐下来 欣赏 升両 赢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面上它是第三重天 即是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 它的表达是基督的身体 地方教会 上帝所启示的真理 我知道很多旧约故事 知道他们很多人的心意 直到他开始向我展示 我先看到在我即将总结的时候 让我告诉你其他事 角楼房间是一个有亮光和启示的地方 就像耶稣在角楼房间 向门徒启示了教会的真理 是以前从未揭示过的真理 我还有许多事要告诉你们 他甚至带来了全新的祷告 你们向来没有奉我的名求甚么 包括什么呢? 直到现在这个包括了主土文 主土文不是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祷告是指家人的祷告 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不学会 将自己视为 儿子或者家人 你知道吗? 例如当你开始祷告的时候 你说天父天上的父 觉得他离你好远 我跟你说 你的祈祷被否定 因为你没有在真理之中混藏 圣灵被称为真理的灵 再一次 耶稣在角楼房间一次又一次地说 真理的灵 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真理 祂是真理的灵 祂只证明真理 祂只证明真理 当你有正确的信念 祂证明了真理 当我跟你说上帝希望你传遇 祂证明了真理 如果我跟你说上帝可能希望你生病 没有任何证明 耶稣 在他们相信上帝希望你生病的地方 你根本找不到医治 圣灵是真理的灵 当你来到上帝面前 必须带着儿子的灵 很多人对旧约进行很多研究 我是一名全教士 很多讲道内容都是来自旧约圣经 我并不反对旧约 我的很多讲道都是来自旧约 一起说耶稣 我很多教导都是来自旧约 但我将基督带出来 特别是今年我们必须要掌握 将大部分时间在阅读保罗的启示 Amen 罗马书 哥罗西书 以弗所书 加拉太书 好好掌握他们 然后我们就能够解释圣经其余的部分 甚至是旧约 就像从保护中拿出身和旧的东西来 有一节经文是这样说的 下一集的广播 今年会有很多救恩 尤其是年轻人得救 上帝希望我们 专注于年轻的下一代 还有你的孩子 不单单是年轻一代 那里的真理是你的孩子儿女